比特币可能刚刚经历了其优势以来 最大的难度暴跌 但根据警告说 由于矿工继续挣扎 下一次可能难度调整甚至会超过这次数据 比特币周末的稳健上涨 以下跌告终后 在熟悉的领域开启了新的一周 那这一周会有什么变化呢 随着又一次反弹到36000美元附近 比特币正彰显出力量 但旧的阻力位仍然存在 条件很复杂 正在进行的矿工迁移和相关的价格行动让 很多人感到震惊 而比特币最准确的预测工具 观测到了真正的考验 然而随着基本面终于显示出复苏迹象 多头可能终于有了值得庆祝的东西 CoinTelegraph认为本周将有五个因素队 BOOK、USD发挥作用 股市记录和石油争斗 由于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七天创下历史新高 本周主要的市场商有是一种阴森恐怖的咆哮 二十年代式的情绪 美国令人鼓舞的经济数据加上美联储保持干预 在最近几周 推动了股票指数不断走高 彭博社园银总部位于荷兰的安盛投资管理公司 核心投资部门的首席投资官 Chris E. Gold 一份说明总结道 市场的定价是为了继续构建一个再好不过的情景 但一个有趣的变化是石油 目前正属于另一个欧佩克加产量的中心 其本身也在增加 但却引发了对八月份能供应多少燃料的担忧 随着美元的稳定 似乎股票的叙述是未来可能的驱动力 而这种情况传统上有助于比特币的价格行动 基本面还未走出困境 比特币本周末可能出现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难度下降 但即使如此 也可能不足以稳定局势 27.94% 周六的降幅轻松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次 反映了中国的挖矿政策对比特币网络的影响 然而 根据监测资源BTC TOM的数据 下一次调整可能会看到更大的下降 由于难度调整只能在实际发生之前进行估计 而且每两周的难度期可能会有很多变化 所以很难说 这个指标需要下降多少才能反映 网络的真实状况 鉴于最新的下降数据 现在挖矿对许多当前和潜在的参与者来说 在经济上明显更具吸引力 因此 在未来的13天里 更多的矿工可能会开始运作 增加哈蟋帅 从而可能缓解进一步降低难度的需要 最近几天的哈蟋帅活动显示 这一现象可能已经发生了转折 哈西率飙升到了90% 以上 而上周的低点是83DHS 然而 在视频制作的时候 预估的比特币下次难度调整为28.68% 在昨天破纪录的负27.9%的难度调整后 比特币的难度现在与去年减半事件获得水平相似 知名推特账户代 Dilution Proof周日在一个注视 以难度图谎指出 然而 比特币价格上涨了263% 说明了比特币挖矿对高效 矿工来说 已经变得非常有利可图 比特币价格在36000美元波动 难度下降 至少有一个好时机 一旦出现 比特币价格走势 就会迎来上涨 并攀升至其交易区间的上限 在整个周末 USD几乎没有看到什么阻力 在回撤之前上涨了大约5% 那么 有什么可以进一步限制热情呢? 对于知名分析师Grep Capital来说 现在著名的两条移动平均线MAS 可能是未来几天熊市的征兆 正如CoinTelegram报道的那样 USD上个月发生了死亡交叉事件 这指的是50日均线在200日均线下交叉 这种情况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一个看跌信号 在现实中 死亡交叉并不总是导致价格下跌 但其声誉在今年仍然坚挺 现在 如果比特币达到MA目前浮动在现货价格之上 那么 当前的价格强势 可能会尝到现实的味道 一旦BTC能够突破36,000美元 下一个主要阻力将是到38,000美元区域 Great Capital周日解释说 并添加了一个摘要图表 这不仅是比特币现在所处的宏观盘整 区间的范围高点 但两个BTC死亡交叉 EMA50蓝色和200黑色 也将可能成为那里的合并阻力 此外 交易员Crypto也同时在周一警告说 周末的阵地最终会再次丢失 他说 全面回调即将到来 他认为 市场需要对较低水平进行适当的重新测试 才能推动真正的牛市反弹 BIC USD从35,900美元的高点修正 从34,000美元反弹 在视频制作时 这一水平仍在保持 成交量未能为牛市提供支撑 周末的涨势对于那些关注经典市场特征 成交量的人来说是可疑的 尽管涨势迅猛 但支持他们的成交量仍然很低 因此 他们的可靠性和维持自身的能力从一 开始就受到了质疑 周一 链上监测服务CryptoCoin指出 交易量仍在下降 表明主要潜在买家仍然缺乏兴趣 流入和流出都随着市场的交易量而干涸 该公司在一篇博文中说 似乎金鱼们在保持低位 没有什么行动 向市场的任何一方施压 都极有可能引发对价格相对较大的反应 然而 在周六 统计学家威利乌注意到 持有大量BTC的比特币实体数量瞬间上升 这是金鱼感兴趣的典型信号 也是在难度下调后出现的 正如Quantitelegraph报道的那样 其他投资者的情况 也在参与到备用 低比特币供应中 特别是所谓的Recast3类型 或者说是最后的Hodler S3先生在说着 做空者会被击倒 物在补充支持数据的同时评论到 投资者信心慢慢恢复 现在普通的比特币市场参与者到底有多看跌 这个问题在传统上应由加密货币恐惧和贪婪指数来回答 如果相信他本周的读数 那么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糟糕 周一 恐惧与贪婪指数达到了近三周以来的 最高数据一百分之二十九 而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 USD正走向六月的顶部 其高于四万一千美元 恐惧与贪婪使用一篮子因素来提供加密货币 市场的情绪估计 从而帮助识别资产在特定价格下的超买或超卖 其看涨的顶部往往达到一百分之九十五或更多 在极端贪婪进入并引发溃败之前 为比特币留下了足够的增长空间 该指数在6月22日出现了11百的低点 即极端恐惧 然后出现了反弹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